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此天地之间 就你我二人 你敢说自己是清白无辜的吗 此心可朝日月 你敢吗 你到加州 无非是为了查案 说到底是为了皇上的二十万两银子 现在这二十万两银子 已经交到皇上手里 现在是满朝上下欢喜 皇上欢喜 你功德无量 你加奖提升 你还想要什么 你为什么苦苦相逼 紧追不舍呢 我不过是想还加州百姓一个公道 公道 你到加州城里走一走去问一问 在百姓当中有谁说这个案子断的不公 都因为除掉范芳这个无能的贪官 而欢心鼓舞 这不是公道又是什么 天网恢恢 疏而不漏 皇天在上 冤魂在下 案情不明 是非不清 袁大人 你瞒得了一时 瞒不了一事 民心不可济 九泉之下的冤魂 如何能放得过你这为非作歹之徒 速速 你口口声声 有为非作歹之人 残害无辜 那么 你把事情说清楚 把证据拿出来 我说不清楚也没有证据 但不证明此事就没有 更不能证明涉及这局好赌的人 就永保胜过 你既然说不清楚又拿不出证据来 就不必再说 你这是自找烦恼 是吗 那我们就走着瞧吧 是与非取与直 总会有朝日天下的时候 袁大人在此好好欣赏风景 宋慈不奉陪了 宋慈 宋慈 你到底想干什么 我去吧 你去吧 我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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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人辱负重 目的何在 纵然才高八斗 无人提血 熬到何日才能出头 人生苦短啊 我袁某十几年不得提升 苦熬苦手 为什么 朝中无人莫作官 囊中羞涩难尽成 我袁某吃得起苦 但我不想一辈子吃苦 听人使唤 我袁某并非爱财之人 可是我不想总是捉襟见着 谁都知道 没有投靠权贵 仕途才能通常 可是京城的府门险恶 没有钱是万万不能 可是钱从何来 强征暴廉 勒索百姓 会激起民愤 怎么办 盗取酷银只有这一条路 你取不义之才 已是错事 又因此害公孙剑一家 这是他自己找的 我们俩情如兄弟 只因酷银之事反目成仇 势不两立 我跟他好言说 敬他不听 我送他东西他不收 还放出话来 总有一天要把酷银失道的真相说出来 公孙剑只是他自己找死 怨不得我 因此 你就给他安了一个盗隐主谋的罪名 虐杀而死 他不是想要清白吗 想要操守吗 我偏让他吃尽苦头 去死了还背上一个盗贼的坏名声 我说过 只要是跟我作对 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太残忍了 是的 古人说得好 顺我者昌 逆我者亡 我袁某做事 已遵辞信条 想跟我作对 我必将他置于死地 绝不饶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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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来 紫玉也是在劫难逃了 看来 你果真要离我而去 我已经准备好了行装 打算涌离是非之地 寻找一个安静的地方 苦度余生 就为这点事 你就心生绝念 不过你我往日情义 也不想再回头了 紫玉 心灰意楼 覆水难适 紫玉 我望你三思而后行 你不要逼我太甚 是我逼你吗 袁大人 你把自己说得太委屈了 紫玉不过是一个弹琴卖唱的小女子 如浮萍一般四处漂泊 无依无靠 本想寻找一棵大树寄托此生 谁知 这棵大树的内心 你枯朽不堪 心将倒塌 小女子还如何靠得 你错了 袁某的苦日子快过完了 用不了多久 我就红运高照 平步青云 势图坦荡 前途无量 紫玉啊 你跟着袁某 有想不尽的荣华富贵 你就不用在四处漂泊 在弹琴卖唱了 紫玉虽是以弹琴卖唱的艺人 却心比天高 多年漂泊 只为寻得知